他不会杀娇 不会跳舞 不会吹口哨 不会爬树 他不会做的事很多 和他做的事都很棒 这条小鬼你喜欢吗 他叫小宝 我最好的朋友 我叫小雅 小宝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现在每天都有小宝陪伴我 你也想拥有一个小宝吗 请你的爸爸妈妈关注 宝宝加油 微信公众账号 你也可以拥有一个小宝哦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管家婆董源阿姨 欢迎收看小宝 欢迎收听由宝宝加油 亲自电台提供的 我为大家带来的蓝精灵故事 在今天的故事之前 我要向所有的小朋友 介绍一下蓝精灵家族 他们是蓝爸爸 全体蓝精灵的首领 还有蓝宝宝 对 一个蓝月亮出现的夜晚 白欢把他带到了精灵村 还有那个不停对别人讲大道理 所以总是被修理的匆匆 还有乐乐 最大的爱好就是捉弄别人 蓝妹妹 哦 每一个蓝精灵都爱上了他 嗯 这是灵灵 她什么都会修 还发明了许许多多的机器呢 萍萍呢 就喜欢演奏乐器 可惜啊 她总是跑调 真让人受不了 还有 哦 啊 还有舵舵 噓 别吵醒她了 接下来 董燕阿姨就来讲讲 蓝妹妹的故事 夜 已经很深了 屋师格格屋的破房子里 有扇窗户 仍然透着灯光 格格屋一面干活 一面在自言自语 啊 在蓝色的黏土里 再加上几滴鳄鱼的眼泪 一条毒蛇的舌头 和一点竹顶缺的脑浆 啊 这一次啊 我肯定能让那些 可恶的侏儒们上钩 原来 格格屋正在准备一个 恶毒的陷阱 希望抓住她最讨厌的敌人 蓝精灵 第二天啊 蓝精灵们在森林里 开始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为冬天准备粮食 什么板栗啊 核桃啊 真果呀 必须储存足够多的粮食 才能让大家冬天都不挨饿 有一个蓝精灵和同伴走散了 她突然听到 从不远的地方 传来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好像又尖又细的哭泣声 这是谁在哭呢 她走近一看 原来啊 在空地上坐着一个奇怪的家伙 你是谁 我 我叫蓝妹妹 啊 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你 你干嘛哭成这个样子啊 因为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那要不然你和我一起回村里去吧 真的吗 那就太谢谢你了 可是 可是我实在太累了 你能背着我吗 呃 这好吧 于是啊 蓝精灵就把蓝妹妹往肩上一甩 像背起一口袋土豆那样 上路了 就是这个奇怪的蓝妹妹 在精灵村 引起了大麻烦 每天哪 所有的蓝精灵都会跑过来 听她刺耳的声音 看她可笑的动作 真好玩 嘿 你看你看你看 你跟她又这样了 蓝妹妹对房屋的装饰 可有一套自己的主意 虽然蓝精灵们对她的品味感到吃惊 不过 她看起来是那么伤心 大家也就按她的心思做了 就当是安慰安慰她吧 原来啊 这个蓝妹妹是巫师格格乌 用魔法制造出来的 她是派她来使坏的 蓝妹妹每天都偷偷地用魔法粉盒和她的主人通话 格格乌对她说了 你给我记住 你必须让他们喜欢你 只有这样 他们才会为你做任何的事 啊 我知道了 遵照巫师格格乌的指示 蓝妹妹装出很热情的样子 她拥抱一下这个 又亲吻一下那个 可是 好像大家都并不喜欢她那虚假的样子 蓝妹妹等了很久 只来了一个乐乐 嗯 她还带来了一份礼物 你猜是什么 哈 原来是个炸弹包 碰的一声啊 吓得蓝妹妹哇哇地叫 蓝妹妹生气极了 她决定不再讨好蓝精灵 她要采用更坏的办法害大家 蓝妹妹朝大坝上走去 她一边走一边想 如果她能用大水淹了村子 格格乌一定会对她很满意的 这时候 蓝妹妹看到蝉蝉 一个人站在大坝上 蓝妹妹就对她说了 你瞧 这座大坝真了不起 但是 如果湖里的水太满 你们又会怎么做呢 蝉蝉说 那我们就开闸放水 蓝妹妹又说 如果 我把这块蛋糕给你吃 你能让我看看 是怎么放水的吗 呃 这 这 这个 这样 马上就好 唉 蝉蝉还是抵挡不住 那块香甜的蛋糕 蝉蝉用力推动手柄 湖水猛地涌了出来 可当她想把水闸 再关上的时候 蓝妹妹却紧紧地抱住手柄 不肯放松 蝉蝉 大叫起来 唉 怎么回事 你疯了吗你 你想让村子发大水吗 蓝妹妹却尖声大叫着 是的 我就是想用水淹了这个村子 很快 原本平静流淌的河水 变成了滚滚急流 大水 向村子涌了过去 蓝经理们 都大喊大叫起来 唉 出事了 出事了 大家快出来 快快出来 一定是大坝垮了 为了不让大水淹了村子 蝉蝉和蓝妹妹打斗起来 蓝妹妹 蓝经理们终于关上了水闸 大水也慢慢地退去了 现在就剩下一件事要做了 那就是审判奸细蓝妹妹 蓝爸爸出来了 她十分严肃地问 蓝妹妹 你为什么要用大水淹没咱们的村子 蓝妹妹想了一会儿 然后就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 你们对我这么好 可是 可是我是格格物质造出来的坏人 是她派我到这里做坏事的 其实 其实我多想变成一个 又善良又快活的蓝妹妹 就像你们一样 蓝精灵们听了这话很感动 连生气都忘了 蓝爸爸说了 也许 我能帮得上这个忙 在实验室里 蓝爸爸开始了紧张的实验工作 她在蓝妹妹的身上 喷满了神秘的药水 蓝爸爸工作了很久 实验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蓝爸爸宣布 我成功了 实验结果很让人满意 蓝妹妹完全变了 变得又善良又美丽 每个蓝精灵一见她 就会喜欢上她的 现在啊 大伙儿成天围着蓝妹妹 给她送花 送礼物 为了她蓝精灵们都争吵起来了 有的还为她打起架来 蓝爸爸则困惑地想 看这架势 说不定这个蓝妹妹 比原来那个更会添乱呢 刚才出现的另外一只蓝精灵 蝉蝉 啊 遇上她 你可千万要看好自己的蛋糕了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蓝精灵的故事 如果想听到更多 冬月阿姨的故事 请下载宝宝加油APP 或者是关注宝宝加油的微信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